下面我们学习小青龙汤的配偶意义 小青龙汤所致的病症是表里同病 在表有风寒 在里有寒饮 治疗时以节表为先 它的表症就是风寒表示症 所以节表上寒就用麻黄汤的麻黄桂枝 相须为用 共作军药 发汗节表依节在表的风寒邪气 同时麻黄还能宣废频喘 依节喘壳之症 桂枝又能温阳化气 以利水饮得以温化 麻黄桂枝解决了在表的风寒之邪 利有寒饮怎么办呢 用甘将细心为尘 温废化饮 我们知道甘将细心这两个药 心热 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功用 就是温废化饮 细心又能助军药 解表善寒 卓以半下 半下心苦温 造势化谈 这样逆何谓 其实把半下与甘将细心一起论述也行 半下性质也是温的 是治疗诗痰寒痰的药药 甘将细心半下 简称江心下 是重瘾治疗 寒饮寒痰痰的常用配物 现代临床一家们 依然这样配无用药 以上五个药 既能外散风寒 又能温废化饮 就能治疗外寒离饮症了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知道这种患者的体质 素有肺皮气虚 胃外不顾 尽管是感受了风寒 发为风寒表示症 我们使用麻黄桂枝 这样俊烈的发汗药 有什么弊端呢 容易导致汗出不止的弊端 或进一步损伤胃气 所以要配物白勺 养阴脸汗 防止汗出太过损伤胃气 这和柜子汤中 配物白勺的意义是类似的 这叫善脸结合 接下来再看 由于肺气虚 而江心下 味心 在温废化饮的同时 能心善耗伤肺气 或有使肺气爆散之弊 所以 配物五味脂味酸 味酸 能脸肺定喘 防止损伤肺气 这叫开合有度 同时 五味脂白勺 能养阴生精 防止前五个药 温兆伤精 共作佐药 最后 用治肝草 意气合中 做佐药 也能调和 心善与酸收 也做食药 全方 药随八味 但配物严谨 善中有收 开中有和 使风寒解 水饮去 宣降腹 则朱正自贫 学习这个方 重点要抓住 白勺 与五味脂的 配物意义 这不是说 麻跪 将心下 不重要 而是说 这两个药 是一个思考的线索 是一个点 要想把握 白勺的配物意义 必须要懂得 麻黄跪姿 在发汗的同时 有始焊出太过 损伤正气的弊端 要想掌握 五味脂的配物意义 必须懂得 将心下 在温费化淫的同时 有始废弃 进一步损伤的弊端 有人说 这个方 不应该用白勺 下面 我讲一个病例 帮助理解 这是伤寒大家 刘斗珠的病案 一年的冬天 病人来诊 祖述说 可喘多年 已经三天不能平卧睡觉 经辩证后 刘老处于小青龙汤 并祖妇说 三天后复诊 需要调整处方 结果 病人拟牛入海 咬无音讯 直至四年春天 患者才来 来时 面色苍白 形体消瘦 刘老问病人 何以现在才复诊 为什么面色苍白 形体消瘦 病人回答说 去年 吃药一剂 当晚就能平卧睡觉 把三副药吃完后 病情大好 接着 就按原来的方 又吃了十几 可传 去年至今 没有再犯 可是服药后不久 开始出现 鼻子出血 用很多办法 也没能止住血 最后不得已 用电灼法 烧着鼻黏膜 小血管 才把血止住 刘老分析说 小金龙汤 性质温照 容易伤筋结液 灵症用药 需根据年龄 体质 病情 来调整 用药 酒服 会下节肾阴 虚火上炎 导致 鼻腻 这个病例 用了白勺 还会伤阴 如果不用白勺呢 好了 下面再看一下 小青龙汤的 配物特点 第一 心善与酸收相配 善中有收 指的是以 麻黄贵之 解善再表的风寒 配白勺 酸寒脸阴 自麻贵 而使善中有收 第二 温化与脸废相和 开中有和 指的是 以干将细心 扮相 温化在肺子寒饮 配无畏之脸肺之科 令开中有和 使之善不伤症 收不留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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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